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塞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 他们就窥探他。 在他面前,有一个换水谷的人。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塞人说,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他们却不言语。 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 他们不能对答这话。 耶稣见所请的客,谴责守卫。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筵席。 不要坐在守卫上, 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 让坐给这一位吧。 你就羞羞残残地退到末卫上去了。 你被请的时候, 就去坐在末卫上。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座。 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 你摆设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 恐怕他们也请你, 你就得了报答。 你摆设沿袭, 倒要请那贫穷的、 残废的、 瘸腿的、 瞎眼的, 你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 到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 就对耶稣说, 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 有一人摆设大研席, 请了许多客。 到了做席的时候, 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辞。 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才娶了妻, 所以不能去。 那仆人回来, 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 对仆人说, 快出去, 到城里大街小巷, 领那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瘸腿的来。 仆人说, 主啊, 你所吩咐的, 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 还有空坐。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得偿我的言席。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 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 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说, 这个人开了功, 却不能完功,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着量,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零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 这样,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盐本是好的, 盐若失了胃,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或用在田里, 或堆在粪里, 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面,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喝酒, 不复杂好喝酒, 我这次喝点水, 你全部让你想说, 加上一遍지가好, 不复杂好喝酒,